Hey guys! What's up everybody! 这个是哥伦布 英文酷 So 3年前呢 我做了这支影片 介绍我最喜欢的英语学习App 不过这三年呢 又多了很多新的App So 这个礼拜呢 我下载了超过60个 台湾人最爱用的英语学习App 然后挑选了5个我最喜欢的 今天会跟你分享 那我们就开始吧 说塗照 And we are starting right now 想用10秒钟介绍一下我的4个产品哦 我的发言库课程可以让你讲英文更有自信 我的文法库课程可以让你一致搞懂英文文法 我的流行语课程可以让你跟上时代讲话更帅 最后我的单字库App 可以让你轻轻松松的背单字 No.1 是一个训练阅读的App 叫做轻松读英语新闻 是一个台湾团队开发的 我们来看看它长怎样吧 So 这个App里面有超过500篇CNN的新闻文章 全部都有程度的分类 你也可以依据主题来选择你想读的文章 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呢 他们选的文章都蛮有趣的 而且每一篇都很简短 所以负担不大 点这边就有文章朗读 然后遇到不懂的字的时候 点一下就有中文翻译跟音档 Hermit 然后我觉得这个App最厉害的是 如果你换个Mode呢 有老师讲解哦 每一篇会有补习班的名师讲解20-30分钟 会讲解里面的内容、单字、片语 这些讲解蛮像英文教学的Podcast的 而且这几位老师都很有Energy So,这就是今天推荐的阅读练习App 我们看下一个吧 No.2要介绍的是 Toco 是个练习口说的App 那我之前有做过这个影片 是说如果你找不到人跟你练习口说 可以跟Siri或者Google Home聊天 Wow,Toco 其实就是采用这个概念哦 就是跟AI进行口说练习 我现在跟他聊个天给你看看 Hello neighbor,Good morning Great seeing you here 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Thank you And you? I'm doing well Thank you for asking Did you do anything fun yesterday? Yeah,I recorded a video for my YouTube channel That sounds like a lot of fun What kind of videos do you make? I make English teaching videos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Do you like teaching? No 你可以看到他的回答都很真实 会让你感觉起来就像是在跟母语者对话 那这个App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打开你们的对话里面的文字 看看中文翻译 还有如果你有些句子说错的话 它也会提供一些文法纠正 此外里面有超过150个主题可以选 AI会针对这些主题跟你开话题 那这个App的创办人是两位矽谷的工程师 Jen跟Erika 他们两年前在开发App的时候 我们是有聊过天的 所以为了今天的影片 我问了他们谁适合用这个App 这是他们的回应 Hi guys I'm Erika One of the co-founders of TOKO And I'd say this app is great for you If you know some English And don't have a regular environment to practice your speaking in We wanted to make an app that made it super easy to practice real conversation Because that's what actually gets you fluent Hope you like it OK 下一个 No.3是五个里面 我觉得最厉害的 我觉得啦 它是一个被单字生器哦 就是这个 没错就是我跟团队二月的时候发布的单字库 最有效的被单字游戏App 单字库是一款两层游戏啊 你就是果园的农夫 要每天进来播种 浇水还有养乌龟 每个互动都能让你学到新的单字 或者复习到旧的单字 这样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被单字啦 这个App有一万个单字哦 从初级到境界都有 此外呢还有几个特殊的level 比如说多一单字或者骗语 所以这个App呢是可以符合你整个英语学习的路程的 还有哦 你在玩单字库的时候 它背后有个聪明的系统会帮你计算你对不同的单字有多熟 还有下次该什么时候复习 所以你背单字的整个过程会变得很有效率 还有哦 系统会在背后帮你计算你的总单字量有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单字量持续增长 这个App的免费版是一个优质完整的体验哦 我们目前大部分的玩家都是免费使用的 大家目前也都很喜欢用 so 如果你想提升你的单字量 就去下载单字库玩玩看吧 OK 接下来呢 我要介绍一个字典App哦 这四个呢就是台湾人最爱用的字典App 四个我都用过了 我都觉得中规中矩都可以用来查单字 不过呢 如果要我选一个的话呢 我会选这个 查查单字 首先呢 它的设计排版是四个里面我最喜欢的 它会给你美式发音 英式发音 词性 中文解释 英文解释 动词变化 反译词 同译词 例句 还有例句的播放功能 Now 一般的单字App都可以帮你收藏单字的 不过这个App有个更好的功能就是会帮单字新增标签 我这里已经先建立好三个了 之后这个标签就会显示在字的旁边 然后呢 VIP功能里面的练习呢 可以用标签里的字去做练习 我们去看下一个吧 OK No.5 最后要介绍的是 Elsa Speak 是一个练习发音的App 来看看吧 So Elsa 是利用AI和语音辨识来帮助你学习英文发音的 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可以做个诊断测试 它会帮你分析你的发音 然后它里面呢 还有很多小的课程 像是这个帮你分辨E跟I的 这是一个很多台湾学习者都有的问题 我示范给你看看 Eat It Sit Leave So 这就是Elsa Speak 咯 很适合想要发音更道地的人 OK 今天的5个App的名称跟更多资讯呢 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跟留言区哦 然后如果你知道什么其他的好用的App呢 也可以在留言区那边分享哦 好 但是guys we are finished So 下个礼拜呢我会教你 如何记得住你背过的单字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就帮我按赞 然后 哇 哇 嘿 订阅哦 如果你想上我的发音 文法 流行语课程呢 就去这些连结吧 或者如果你想轻松有效率的背很多单字 就去看看我的单字库APP吧 And guys I'll see you next week But until then Keep it cool I'll see you next week